尊敬 躲在云朵 看着你看着我 感受整片晴空 都有浪漫的节奏 把所有烦恼清空 让心漂流 幸福好像在绽放 那道光线 不经意间出现 便宜在我身旁 乌云会逃亡 我个肆意的晴朗 Oh yeah 在下一分钟 感觉太汹涌 让感动一定 So easy So easy 最温柔的风 发现梦行踪 完美的行动 So crazy So crazy Yeah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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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一分钟 身体会失踪 让感动一定 So easy So easy 最温柔的风 吹进梦裂缝 完美的行动 So crazy So crazy Yeah 幸福好像在绽放 那道光线 不经意间出现 便宜在我身旁 乌云会逃亡 我个肆意的晴朗 Oh yeah 快点啊 大家都来了 快快快 对啊 既然是要比赛 那就要集思广益 争取胜利 喂 我说 在这儿别戴墨镜了吧 请慢用 快说说这次比赛吧 爷爷提的题目叫 价值最大化 在现在的定义里面 我们可以把价格等同为价值 所以这档期的题目就变成了 谁能在一定的时间里 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创造出更大的价格 即谁能赚更多的钱 谁就获胜 所以规则也不难 比赛地点定在保隆一城 总时长为六小时 小琴和阿尔 每个人有一百元的基础金额 在比赛结束前 谁能赚到更多的钱 或者说 交换购买的东西越贵 谁就取得胜利 但是 有附加月数 就是不能有熟人帮忙 只能凭他们两个的自身实力 完成所有的交易 一百块 也太少了吧 而且一共只有六个小时 这六个小时 怎么也得吃东西吧 本金低就算了 支出也少不了的 这么多年了 咱爷爷还是一点都没变 要不要找外援啊 群演什么的 应该不算熟人啊 这不还是作弊吗 区别针换别墅的事情 怎么可能六个小时之内就完成呢 哎呀 距离比赛不是还有点时间嘛 大家放轻松啦 与其坐在这里发愁 不如去实地考察一下 咱们现在就去 哎哎哎 这熬什么急 坐下 乖 听话 我会好好比赛的 不要这么紧张 兵来酱挡 水来土掩 小晴在保龙一城工作过那么久 总归不是陌生环境 也是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接下来咱们就要对钱安儿的计划 进行预判了 可以啊 叶子的努力没百费 你小子现在成与张口就来啊 钱安儿也算是毕家的人 最了解他的应该是毕战朗吧 东方才是最了解安儿的人 对吧 东方 我来说一下吧 钱安儿大家都见过吧 长相甜美 眼神无辜 他自己深知自己的优势 很有经商头脑 懂稀缺资源 长长一目之微楼 四两不鲜金 他个人的最好记录是 回国前的最后一次生日 举办了一卖 他把书法和剪纸 卖给国外的朋友 把小提琴和萨克斯 拍卖给国内的朋友 每一个环节堪称完美 从早上的早餐到晚上的派对 没有花一分钱 在晚宴最末 还为倪博小朋友 筹集了一大笔钱 那时候的他才十五岁 国外读八年级 好厉害啊 是很厉害 姐 你想好你第一步 要买什么了吗 等会儿啊 卖关子啊 姐 你是有什么准备吗 天机不可泄露 老白 点菜 来喽 这四位是我爷爷给你们安排的助理 每两人一组负责监督你们 你们就当他们是空气就行 商场十点开始营业 下午四点 你们带着所有战利品出来就行 我只跟你当六个小时的竞争对手 时间一到 无论赎赢 我们都还是好朋友 对啊 有一滴比赛第二嘛 这个是你们俩的比赛基础金额 每人一百元 时间到了 进去吧 加油 加油 比赛还有六个小时才结束 要不你们先回家等吧 我在这儿等他们出来就行 我卷子都带出来了 在哪儿都不一样啊 可是 总不能在这儿干站着吧 不然 我们找个咖啡庆坐着等 要不然去那家便利店吧 比咖啡店便宜 真没想到 这是从你B战狼嘴里说出来的话 店长 我昨天发消息给你说的是今天来兑现了 好的好的 我们说的是一百元买二十张九五折的当季抵营券 然后公司和提成是照样发是吧 如果今天你真的能消耀事比啊 之前答应你的事我也说到做到 那一言为定 最温柔的风 发现梦醒动 完美的行动 so crazy so crazy 夜 在闪烁 有一束光 微弱想躲 在一边 要开始了 别急别急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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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我先走了 你好 你好 我觉得你的玫瑰花特别好看 是吗 谢谢 但是我觉得如果再加一点小手工艺品 可能你等的小姐姐就会觉得你更有新意哦 可这哪有卖手工的地方 你眼光真好 这款风衣呢刚好是今年最流行的款式 而且我们店里正在做活动 尽管也可以打九五折 九五折下来六八八 吉利说 那就这个吧 好 嗨 请问现在最热门的电影是什么 海王 没想到毕爷爷二十多年前 也这么对待过林阿姨 我跟我爸在一次宴会上见过毕爷爷 当时可真看不出来啊 我妈能做到的 小秦一样也能做到 写完了 这么快 嗯 四十分钟 速度还行 就是不知道你准确率怎么样 都十二点了 大家吃点东西吧 我去给你们买啊 哎 你就是逃避你的错题 我是这种人吗 嗯 给你买淡辣椒的啊 震狼我就随便买了啊 嗯 哎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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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ässt 也不知道小秦中午吃了没 叶子啊你等等我 我可거나和这个山春瑰秋的人 坐在一起 嗯 怪不得第一天 票房就过亦了 果然是好演员 有好的号召力啊 那闲影厅的事 我就交给你啊 快吃啊 你好 有什么可以帮您 随便看看 我帮您推荐一下吧 好呀 我觉得您比较 适合这个衣服 材质呢 也适合秋冬来穿 然后有一个特色的形状 而且呢 现在店里正在做活动 所有的商品都打纠物折 您看这里的设计 还有 你是在等人吗 当晓晴姐姐 那你怎么不进去啊 晓晴姐姐在忙呢 你为什么是一个人来的 爸爸妈妈呢 我没有爸爸妈妈 福利院阿姨要过来买东西 我是和她一起来的 我答应她要在外面等她 不乱跑 那里有保安叔叔 所以不会有坏人抓走我的 那您 Stellenaked 晓晴姐姐干什么呢 我想把银干给她 她是我第一个朋友 她为什么是你第一个朋友 因为我长大以后 想当画家 可其它小朋友说 我 captの brand 我不能当画家 我是什么 盲 晓晴姐姐说 我想当画家 就可以当画家 画画是用我们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我们看到的有多美好 画出来的就有多美好 他还说 世界上没有两片 完全一样的叶子 我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独一无二 对 他还说 之后每次都会给我带画册 我超级喜欢它 那它每次都给你带了吗 带了 还每次都带 可我没有别的东西送给它 院长发的小饼干 是福利院最好吃的饼干 我专门给晓晴姐姐留的 真好 这样的好不好 你呢 在这儿等着 等你晓晴姐姐不忙了 你把这饼干亲手送给她 好吗 好 爷爷还有事 再见 拜拜 十五点四十了 比赛就快要结束了 怎么办 我有点紧张 没事的 何晓晴可是赢得了我的人 不会输的 可是安二汤 不管比赛结果怎么样 都改变不了我要和何晓晴在一起的决心 你 比电视剧男主还秀 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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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你看我拿到了什么 这是一张价值两千块钱的电影院VIP储值卡 巧了 我呢 是一张价值三千块的门店储值卡 可是还有人邀请我写电影评 稿酬特别丰厚 我也找到了一份工作 每周上半天班 如果能完成相应指标的话 可以拿到电影院月薪的百分之七十 原来你和东方一说的一样厉害 哎呀 输赢未知嘛 看毕爷爷怎么权衡吧 可是我的这张卡上还有一项 电影院爆米花终身供应的资格 我知道一个秘密 一个关于你的秘密 一直以来你喜欢的都是东方玉吧 哎 怎么会呢 虽然你们两个嘴上都没有说 但是喜欢一个人 不就是会从眼睛里跑出来的吗 你看啊 你叫孟超 叫的是超哥哥 你叫毕战朗呢 叫的是朗哥哥 唯独东方玉 看似无异却直接叫他东方玉 我说得没错吧 这场比赛呢 我不想输也不能输 不单单是为了我和毕战朗 两个人的关系 更因为毕爷爷答应了我 如果我赢了比赛 他就同意以他个人的名义 自助一家福利医院所有孩子的学费 所以 如果你觉得 你的秘密和我的目的 加起来 可以抵消终身爆米花的话 我会非常感谢你 但是如果你要公平比较 我也没有二话 考虑一下 四点零五分了 再不走毕爷爷就得着急了 孩子们 你们自己要放轻松啊 林阿姨 毕爷爷这招 也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吧 妈 我上去看看 哎 你干嘛呀 你上去了你爷爷也不会让你进去的 来 爷爷 我们都忙了一天了 你快告诉我们结果吧 好 你们俩也去坐吧 这次比赛的题目是 价值最大化 比较之下 小晴和安儿相差无几 可以说是打成了平手 平手 平手 但是 在他们比赛期间 我去了一趟比赛的商场 我碰到了一个福利院的小姑娘 小姑娘告诉我 她是来看小晴姐姐的 天天 她要送给小晴姐姐一件礼物 我说你为什么要送给小晴姐姐礼物呢 她说 只有小晴姐姐支持了她的梦想 小晴姐姐说 虽然你看到的世界和别人不一样 但是你仍然可以成为一个画家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 一个人的梦想 应该得到大家的尊重 而且小晴姐姐答应她 每次去看她 都要给她带去一本画册 她说到做到 每次都给她带去了 我不知道小晴的这份安心 能够持续多久 我想说的是 利益是很多事情的驱动力 但仁爱和守信 才是事业发展的持久力 对福利院小朋友的承诺 要说到做到 但是对我们企业来说呢 尤其是对我们 B市集团十几万员工呢 我们领导者在做决策的时候 真正做到对员工负责 对他们背后无数的家庭负责 做到以人为本 这样才能使我们企业的百年发展 有根本的动力 所以说了那么多到底谁赢了 对啊 对啊 结果呢 我给忘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 安儿 输了 开心点吧 哥 东欣姐 东欣姐 你们怎么回来 东欣姐 东欣姐 爷爷已经原谅他们了 爷爷 毕爷爷好 刚好宣言会结束中途游秀假 就回来待几天 爷爷 我错过什么大事了吗 问他们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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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叶子 叶子 姐 那你们慢慢聊 我就先上楼了 去吧 拜拜 今天辛苦你了 不辛苦 能给孩子们换来交易基金 这一天过得也算值了 我可是为你担心了一整天 你就不能说一句 也是顺便为了跟我在一起吗 我不说你就不知道了 你知不知道 我今天为了换那张储值卡 费了多大的劲 谢谢你 谢谢你这么做 也谢谢你理解我 理解你什么 理解我 因为对方是我爷爷啊 你爷爷是个好爷爷 哪有家长不希望自己家孩子好呢 不过 我爸妈常年在国外 所以这次以后 你可不可以不要偏心啊 不要让我难过 你放心 以后 我就偏心你 这也差不多 东方 你知道吗 今天我比赛输了 不过我觉得 我输得心服口服 俗话说 君子要成文之美 不觉得我今天可君子了 其实 其实 其实是小秦姐姐发现了我的小秘密 你说 小秦姐姐都发现了 不会别人也都发现了吧 啥都不会啊 东方哥哥哥 东方 东方 东方医 你凭什么一条鱼都顾回我啊 我 我以前喜欢喝抹茶拿铁 现在好像还是 让你接糖你总是禁不掉 好 说起来也怪 你走之后 我也喜欢上了甜的味道 因为生活已经很苦了 所以我才会需要你这颗糖呀 你看 和你闹过之后 我来过这里 老板娘好像还记得我 你走之后 我也会来这里 感觉好像来到这里的话 就可以在拐角遇见你 给 走吧 为什么你总要提我走之后那段时间 你是在怨我 还是在怪我 只是因为在那段时间 我想清楚了很多 想清楚了很多东西 对我来说 到底意味着什么 毕嫁 毕嫁是堡垒 音乐呢 音乐是乌托邦 那我 如果不能和你在一起 那我毕熙文所有结局 都是客死他乡 毕熙文 我警告你不要乱来啊 人家分手都是一年才能复合 我们一个月就复合了 人家复合之后 起码要半年才能见家长 我们当晚就去了 要是你现在跪着 拿出一个什么东西的话 你 司马昭之心 是不是太明显了 好想要 好想要 就算你换我个眼神 没有你 我怎么去 等待 我只是想你每天都有点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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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陷入一极迷惘 带着遗憾流浪 为了爱遍体鳞下 那是属于我们的流年 都是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我们想在走之前 再会邪教看看 那你们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不一定 我听东西的 小老你矜持点 我要矜持的话 哪儿来的女朋友 你也有点脸 好想上次见面 还是还钥匙的时候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 其实我们这次回来 是东方打的电话 就是担心你们的关系 还有安儿 没想到我们 还没下飞机的时候 小静就解决了问题 毕爷爷是个心里有谱的人 嗯 在还没有得到他认可之前 他可能会比较严厉 但认可之后 他基本都双手赞成 祝你们甜甜蜜蜜 一帆风顺开开心心 谢谢东西姐 谢谢东西姐 东西姐 哎呦 一路顺风 好好照顾自己啊 小琴 嗯 为什么西文哥哥和朗哥哥 都这么顺利 救我这么苦 为什么呀 我喜欢的人都不喜欢我 为什么别人都有小手可以欠 就我没有 你连微信都不回我 我 嗯 嗯 嗯 哎 哦 哦 林梦化太子 讲名字出名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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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对付和小琴这件事 我没说完 就不算完 啊 乔玲玲 你不是和他们玩得很欢吗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何小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要是有朋友 也只能是我一个 啊 李铭啊 你快看这篇 没想到何小琴竟然是这样的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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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文章里说的都是真的吗 啊 哎呀 是 是 胡静姐出国留学 中间经历了一些程序 就把名额转给了我 是大事吗 这恐怕是大英学院学生系统 近几年来出现最大的事了 啊 这样啊 怎么办啊 没事 小琴 文章里说的都是真的吗 你用别人的名额 和考听大英学院的 哎 喂 小琴的电话打不通 公众号说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 四目哥 这真的不是我做的 可是怎么会有这个标志 你先别慌 一个乔氏集团的标志而已 没有人会怪到你头上来 可是在大英学院 还有谁会用乔氏集团专用纸张啊 没事儿 咱们深正不怕影子嫌 你没做过的事情 即便有人栽赃 他也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现在是厨房子 你把姓缴心交往 现在被子研究顾 然后把婚维稳 diffic 维大我 行了吧 小叔接电话 小叔啊 那篇文章你也看过了吧 你是咱们学校老师 你应该知道一些消息吧 这件事情到底有多严重啊 现在怎么办啊 当务之急是赶紧把这篇文章删掉 把影响降到最低 我帮你找人问问 现在阅读量已经破万了 点击量都已经破万了 小秦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这件事可大可小 往小了说 它就是一个乌龙世界 往大了说 就是大英学院对新生的选拔 管理不严格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小秦可倒大没了 毕竟替换名额 伪造档案 是大过 爷爷 爷爷 文章里写的东西都是真的吗 这件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 不是下定论的时候啊 还调查什么呢 文章里写得清清楚楚 我只是没有想到我让一个小丫头给骗了 更没想到她隐瞒身份混进了大英 她接近你也是刻意而为吧 要想了断图谋不轨之人的心中念想 我要把你和安儿的婚事提前公布 爷爷 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也不该扯上安儿啊 你不能这样做 安儿已经在咱们毕家生活了这么多年 你们的关系 我和你爸爸妈妈是默许的 你们自己一点都不知道吗 绝对不能再拖下去了 爷爷 好了 别说了 我绝不允许你因为一个女孩子 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 你们的订婚仪式 我会让李秘书尽快安排的 爷爷 我不会同意的 韩贵 对 你现在这样跟爷爷吵 只会让爷爷更生气的 与其这样 还不如好好想想办法 走了 爷爷 爷爷 还是想说订婚的事吧 不是 我是怕刚刚朗哥哥气到您了 所以来给您送一杯牛奶 送牛奶不是重点 你就是不想和小朗订婚嘛 什么都忙不过您 既然您都知道 您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这不是想不想 是该不该 这也是你爷爷生前 对你的期待 这也是我们毕家 一直盼望的事情 朗哥哥 是不会放弃他的 这就不是你该担心的事情了 做好你自己该做的 好吗 好吗 怎么办啊 今天先睡觉吧 回头再说 万一学校觉得这事很大呢 做错事情就该接受惩罚 等学校通知吧 快快快回去睡觉吧 好 回去睡觉吧 放心吧 您姐姐我没事的 快啦 早点睡啊 晚安 吗 来吧 都不吃了 你是个假的 我没做什么 这事才会也很舒服 你妈妈呢 你到底是什么 姐姐她 你们还没做 ту惩罕 干嘛 我要找爷爷理论 你要是想跟我订婚 你就进去吧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解决冒名顶替的事情 我可不想跟你订婚啊 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我一定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没有赴汤蹈火那么严重 想想办法就行了 乔氏集团的标志 乔林月 标志出现在举报信里 这件事情和他脱不了干系 只要不是好的结果 事情一定还没有结束 行了 上去吧 那好像是公众号上的那个谁啊 好像真的是的 你们俩怎么都这么沉默呀 这事情还没开始 你们就先倒下来 也就你跟没事人一样 我们都快担心死了 放心吧 学校不是还没有处决定的吗 学校很在意 校务处已经通知校务处老师开会了 我爷爷也会去 而且爷爷对这件事的意见很大 咱们这边啊 必须严正以待 之前乔林玲她就一直针对你 这次又是他们乔氏的标志 这事肯定是她做的 不会的 乔林玲不是这种人 我相信她 都开心点嘛 大家好 大家好 比起是您好 坐 坐坐坐坐 坐吧 好好好 哎呀 此次 普招生冒名顶替事件 是我们大云学院自建校以来 最大的学生管理事故 咱们校务处讨论一下处理方案吧 好助理 哎 跟大家说一下调查结果 好 据我们查证发现 二零一八届大云学院 对一中的招生名额只有一个 名额获得者是胡静 而不是何晓晴 大家手中的文件 是昨天出现在大英学院 学生创建的公众号上的文章 文章内容属实 这是我们学生管理系统出现的问题 在这里 我代表招生办 向各位老师道歉 这篇文章的后续影响如何呢 文章刚发布半个小时之内 我们就要求管理人员 对内容进行了删除 不过 事件下一步可能会造成小范围的传播 也就是说 这个文章在短时间内已经删除 所以这个事件 有可能不会二次发酵 有这个可能 我作为学校的老师 对何晓晴也有一些了解 这个女生在校平时的表现 也是非常优秀的 我觉得她完全有资格 成为我们大英学院的一员 所以呢 就这次事件 如果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我想建议从轻处理 不可思议的晴朗 oh yeah 回忆重现在你我面前 回忆重现在你我面前 思念着 伤感着 爱的画面像昨天 指尖流走约定 浮现在我眼前 梦缠绕把心寄给 我们还在 迟迟的等待 我欠你一个约定 你欠我一个清醒 就算开始没有过约定 今生还要等候 我换你深情拥抱 还能怎样 就算你换我个眼神 没有你 我怎么去等待 我还在期待你的回望 你的回望 假装着 掩饰着 反而泪流的更快 陷入一阵迷惘 陷入一阵迷惘 带着遗憾流浪 为了爱遍体鳞下 那是属于我们的流年 我欠你一个约定 我欠你一个约定 你欠我一个清醒 就算开始没有过约定 今生还要等候 我换你深情拥抱 我换你深情拥抱 还能担拥 就算你换我个眼神 没有你 我怎么去 我欠你一个约定 你欠我一个清醒 就算你换我的眼神 没有你 我怎么去等待